OK在我手里的这个就是 Akara最新款的N2B2的 方舟智慧中枢M3 也是每一个玩智能家居的玩家 都离不开的话题 智能网关 这听起来似乎非常简单 想要用任何一个品牌的智能家居产品 首先要买一个对应品牌的智能家居网关 然后这些智能家居的产品 就像有了灵魂一样的智能起来 似乎每一个智能家居的厂商 都非常着急的想要让顾客 购买自家的智能家居网关 这些不同品牌的智能家居网关 又像签了经验协议一样的 看似相同的网关 却不能互相协同工作 要说明这一切 我们要把目光拉回到 1890年荷兰的一个小镇上 注意看 眼前的这个人叫小帅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20亿欧元家族企业 菲利浦的创始人 呃不好意思 是放出背景音乐了 这样就对了 我们看菲利浦的logo就可以看出来 整个logo就像一个发光的灯泡 这就是菲利浦的第一个发家业务 乌斯登 和当时的通用电器 对就是那个发明灯泡的爱迪生通用电器公司 还有德国的欧斯兰 几乎垄断了整个乌斯登的市场 这里提外话顺带提一句 这个灯泡上的百事可乐的飘带 是菲利浦第二个发家业务 磁带业务 时间来到2012年 当作为巨头的菲利浦 想要开发一种无线智能灯泡系统 那么开发一个无线智能灯泡系统 到底需要哪些东西呢 为了更好的让大家理解 我这里准备了一台树莓派 还有一些LED灯泡等 OK我这里准备了一个树莓派 然后连接了一个小LED灯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只要在这边输入命令LED ON 看这个小LED就亮起来了 如果想要把它关掉的话 我只要输入命令LED OFF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LED就关掉了 再给大家看一遍 LED ON LED OFF 就关闭了 我这里用的是树莓派5 它拥有一个博通2.4GHz的四核处理器 LPDDR4 8G的内存 802.11ac的WiFi5 零售价在80刀 也就是说如果小名家要装一套智能灯光系统 就需要一堆的树莓派 每一盏LED灯泡都要配一台树莓派来控制的话 这里的成本就会有些高 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提取供应数 把每一盏智能灯 智能开关里的树莓派都提取出来 用一台树莓派控制家里的所有的灯泡和开关 这样不就可以节省下许多树莓派的钱吗 当时菲利普也是这样想的 他将每一盏智能灯里面的控制设备单独分离出来 这个设备被菲利普叫做HUB 智能灯里面保留简单的无线接收系统 就这样菲利普发明了全球第一个智能灯泡系统 Philips Hue 虽然买一盏灯泡也需要购买一个额外的网关 但是从长远来看是一个比较划算的方案 这里网关主要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是无线连接灯泡 不过在2012年的WiFi不仅功耗比较高 而且没有办法Mesh主网 如果房子比较大 稍远的灯泡就有可能连接不上路由器了 所以菲利普这里就改用Mesh主网的Zigbee无线协议 稍远的灯泡可以通过前面的灯泡 进行接力扩展整个网络的覆盖 除了对内连接灯泡以外 第二个功能就是对外连接各种的平台 除了支持自己的Philip Hue app之外 还支持连接到Apple HomeKit 甚至各种各样的第三方平台 就这样菲利普创建了Flame with Hue的项目 允许第三方硬件厂商 开发各种各样揭露Hue系统的硬件产品 这时候我们熟悉的EA-Line 也正在瞒着帮Hue代工一些低价平替的灯泡产品 同时第三方开发者允许开发用来控制这些灯泡的App 我那时候就录了这个坑也开始玩灯了 那时候做梦闷到的都是三大灯厂 奥迪雷蛇菲利普 来给你们展现一下当初萨马特的一些场景 不过这样开发的好景也不长 很快菲利普的高层就发现 市面上这些廉价的平替灯泡 其实影响到了自己灯泡的销量 为了维护股东的利益 菲利普高层这里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开始限制一些第三方灯泡的功能 大陆地区一些智能家居的工厂 也开始打出自己的品牌 这时候网关就成了各个智能家居品牌 跑马圈地最重要的武器 因为用户一旦购买了某个品牌的网关之后 自拉而然的就会想 我以后购买的智能家居产品 能否揭露这个网关 所以各大品牌网关之间相互分禁 也就越发常见了 甚至后来发展到平台软件之间的不兼容 我这里举个例子来说 例如Apple HomeKit平台要求设备每分钟上报一次自己的状态 保证用户在家庭App里看到的状态是实时准确的 但是基于云开发的米家 要是所有米家设备每分钟向小米的服务器报告一次状态的话 对服务器的开销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所以我们常见的米家设备要4个小时回报一次状态 正是这些种种的障碍导致要开发一个互联互通的智能家居硬件变得非常困难 要一个硬件同时接入多个平台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不同平台之间的逻辑差异越来越大 围墙也越建越高 所以想要打造一个万物互联的智能家居时代 首先需要一个大家都可认可的智能家居平台 在一个相同基础的平台上开发出各区特色的智能家居产品 而这个平台作为底层互联互通的兜底技术 就在这样的愿景情况下 智能家居三巨头 Apple Google Amazon 联合各大芯片厂家 智能家居厂家 共同制定的META智能家居标准 联盟成员里还包含了国内常见的小米 Akara OV 华为等 这时候就要说今天的主角 Akara翻舟智慧网关M3了 它是Akara首款原生基于META协议开发的智能网关 通过这个网关 不仅可以将Akara的智能设备 接入各种兼容META的平台里 例如Apple HomeKit 或者三星的SmartThings 又或者是亚马逊的Alexa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 就是可以通过这个网关 将支持META协议的其他智能家居设备 接入Akara Home平台 为什么说META是一个非常意义重大的协议呢 首先META规定的设备必须采用蓝牙路网 通过WiFi或者Thread网络互联 保证所有智能家居连接到同一个网络里 智能家居设备可以自由的互联 其次又不反对厂商在这个基础上创新 允许第三方厂商使用META网关 实现一些平台特色功能 例如Akara可以通过这个META网关 将现有的Zigbee产品揭入META平台 虽然这些设备没有办法直接和其他的META设备互联互通 但是作为一个过渡方案 可以为用户节约一部分的投入 就目前来说 一如META还没有办法实现一个网关 接入多个平台 例如你想要将M3通过META接入Apple HomeKit 实现Apple HomeKit平台的各种功能 你还需要Apple的一个META网关 如果还想要同时接入米家 你可能还需要一台小米的META网关 我们距离一个网关互联互通的时代 还是有点距离的 但是Acala M3不是唯一一个好的开始 OK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本期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 也欢迎友好的在下面评论区里 留下你的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见 Bye